我们现在来介绍非经典逻辑里边的第一种 叫做多值逻辑 那么如果不是多值逻辑 就是我们前面经典逻辑里边的所谓二值逻辑 我们知道我们前边反反复复的说 我们一个命题总是有真值的 而这个真值我们只取两种情况 就是一个叫做真一个叫做假 我们不考虑第三种情况 这个相当于说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分成两种 一种叫好人一种叫坏人 不考虑中间的或者其他的情况 这个显然对于应用来说是不够的 那么在二值逻辑的基础之上就发展出了多值逻辑 那么多值逻辑虽然我们现在介绍的非经典逻辑 我们说是从二十世纪初啊 也就是这个以罗素和怀德海的工作完成之后 差不多在这个以后开始的那这个呃这些个工作啊 就是所谓非经典逻辑的工作 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非经典逻辑 它的思想的都是最近一百年才有的 比如说这个多值逻辑这个思想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可以追到哪去呢 就可以追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啊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过亚里士多德被西方称为啊 逻辑学之父 那么一方面呢 是他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比如说关于三段论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 那么更了不起的是 他提出了很多更新的一些逻辑思想 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啊 最近一百年的所谓这个非经典逻辑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 要从这个思想的这个提出 往往的一推呢 那就是一找呢 就找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了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呢 不但在于他做出了像三段论这样的工作 更在于他提出了很多 那我们到最近一百年才解决的更好的一些问题的 最最初的最基本的思想 那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著作里面就可以看到多致逻辑的思想 比如他说明天将发生一场海战啊 希腊这个是靠近地中海啊 有很多的这个岛屿啊 那么这个战争往往是在海上进行啊 所以他说明天将发生一场海战 这个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还不许说错啊 那你要说真的 那万一明天没有呢 那你要说假的 他万一发生了呢 那你说明天再说不行 你现在就得把明天将发生一场海战 这个命题的真值 你现在就得确定无误的说出来 那怎么说 那么只能是在是和不是以外 找第三种回答 比方说明天将发生一场海战 是可能的 这个可能的就是第三种回答 那么你也可以说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 而且这个回答本身必须是真的 那你说明天可能 因为明天是不是发生海战 这可能性只要存在 那我说可能的 这就是对的 我说不知道 这也是对的 那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那所以呢 可以有另外的第三种的真值 那么最基本的当然是三值逻辑 就是在真和假之间 可以有中间的一种真值 但是这个真值 就是第三值 你可以解释为中间值 也可以解释为其他的 比如说你可以解释为好人坏人中间 好坏个半 你也可能解释为可能 可能是好人 可能不是好人 也可以解释为可能 那反正呢 它可以有在真和假以外的第三种这个真值 那么这个真值呢 可以是你真还是T 假还是F 可能呢 你可以用一个大写的I来表示 那么也可能用数字 那也可以用数字 一二三 一是真的 三是假的 二呢 是那个中间值 那么也可以是零是假 零是真的 一是假的 那个二分之一 作为中间值 也可以 这个做任何一种规定呢 只要合理呢 都是可以的 那么关于三值逻辑 那我们说 这个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 那么真正把三值逻辑 把多值逻辑提出 就是建立这样的系统呢 是一个波兰人 叫卢卡西维茨 这个波兰的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波兰虽然这个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国家 但是波兰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它产生了比如像肖邦 这样伟大的艺术家 那么同时呢 它在这个逻辑学方面 这个在现代啊 这个啊 或者说近代和现代 那么波兰的逻辑学家呢 在世界的逻辑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那么这个我们呢 不来说他们的其他的贡献 我们只说他们其中的一位叫卢卡西维茨 那么他在1920年就发表了叫做论三值逻辑 这样的文献 首次第一次提出了多值逻辑的系统 那么我们这里呢 当然没有时间来说多值逻辑的系统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卢卡西维茨的三值逻辑的真值表 这个真值表大家很熟悉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原来说这样的一个真值表呢 我们用四行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只有A和B A和B呢 各自有真和辖两种情况 那么所以呢 一共有四行 但是现在对不起 那这个A的真值呢 有真 假 还有另外一个值 也就是说A呢 我们有三种值 所谓三值逻辑 那么B呢 也有这个三种 这个三种真值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真值表呢 就得有九行了 那么我们看 比如说 我们一就是真 三就是假 如果我们不看那个二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 二 三 四 这个四行呢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 这个 命题连接词的 就是二值逻辑里面的真值表 这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加了一个二呢 比如说这里 这个A是 比如说 A的真值是中间值 那么它的否定呢 它的否定也是中间值 那再比如说 A是真的 B呢 是中间值 那么它们的合取呢 就是中间值 那它们的西取呢 就是真 这个跟我们原来二值逻辑 这个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西取它很容易真 只要有一个真呢 它就真了 而这个合取呢 它比较严格 它这个有一个不真 它就不真了 有一个是中间值 它就中间值了 那比如说 中间值和这个甲呢 中间值和甲的 这个 合取 它就是甲 那么它们的西取呢 就是中间值 那么对于蕴含 对于等值 那么这个都有 这个一定的 这个 就是 有一定的负值 就是说 这个如果 这个A是真的 B是中间值 那么这个等值怎么样呢 这个等值 就是中间值 你看 如果都是真的 这个等值 就是真的 如果一真一假 那么这两个的等值呢 就是假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中间值 那么它的等值 就取中间值 当然不同的三值逻辑 一般的来说 合取 吸取 否定 这个 它的 就是说 这个真值的确定 比较 那一般来说 比较容易 比较一致 但是对于蕴含 对于等值 那么 这两个 这个 命题连接词 它的这个 就是真值表呢 在不同的 多值逻辑系统里边 它可以做不同的规定 那么有了这样的规定 以后 我们看 那这个任何的 复合命题 就是比这个 更复杂的 比如说 这个 它的否定 和这个东西的吸取 然后这个 中间赛蕴含这个 那么这么一个 复杂的 一个复合命题 那么它的真值呢 没有关系 我们就按照这个真值表 一步一步的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一个 复杂的 这个 复合命题 那么它的真值 如何了 那么 有了这个 任何一个 基本命题 和复合命题的真值 因为这个 有了基本命题的 这个就是真值 它的这个 用一次 这个命题连接词以后 所构成的复合命题 它的真值表 确定以后 那么更复杂的 这个复合命题呢 这个真值表呢 也都可以确定 那么这样 这个 作为推理 就是 什么样的 推出什么样的 那是可以推出的 还是不能推出的 那么都可以 做到一个 这个所谓 系统里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 所谓 三值逻辑的 这个 系统 那么当然 也可以是三值 也可以是四值 也可以是五值 那么这个 这个取值 比如说五值的话 那么就是 一是假 一是真 五是假 三是中间那个 半真半假 那个二呢 就是倾向于真 那么四呢 就是倾向于假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真值表 要做的 要做的更长 那么 但是呢 道理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三值逻辑 那么 以及 多值逻辑 三值 四值 五值 六值 都是所谓 多值逻辑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 第一种 非经典逻辑 叫做多值逻辑 这就是 都可以 做多值